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兩位是梁煙食 跟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西班牙將會有長的亂局 加大隆尼亞正式宣布獨立 當他們進行獨立公投以來 一直局勢稍為緩和 加大隆尼亞沒有正式宣布獨立 而西班牙的參議院 預備表決是否接管加大隆尼亞 阻止獨立 而他要求獨立的呼聲 當然是很強 但其實他的投票是少於50% 結果這次危機終於到12月27日 加大隆尼亞宣布獨立 西班牙總理呼籲國人保持冷靜 誓言要恢復法治 在參議院授權之下 解散加大隆尼亞自治區的議會 開除主席 那兩者就進行一個對立 當然在實質的政治主權 加大隆尼亞是屬於西班牙的 西班牙作這個決定是基於一個主權國對自己的地區所作的 但是加大隆尼亞宣布獨立不再承認這個主權國對他的管治 因而就成為一個與主權國對立的狀態 但是一個要求獨立的時候 並沒有後面的某一種政治勢力去支持 亦沒有一筆大錢 有些外國勢力的支持 那麼這個獨立是相當的薄弱的了 就是好像有些顏色革命啊 或者一些的地區 好像去時波斯尼亞 說要脫離 這個的南斯坦夫啊 這些呢 他後面呢 都有一定的支持 有一定的錢 甚至有武力 那麼呢 所以好像波斯尼亞 科索玉這些 就能夠呢 當時由南斯坦夫裡面脫離出來 那麼就獨立出來的 那麼當時當然西方呢 就是搞亂任何國家 是這樣做的 那麼但是呢 是現在西班牙的內亂 就是西方自己了 那麼西方的國家就不會支持的嘛 那麼當然西方這些是相乘標準的 就是當他想推倒一個 他不是他朋友的國家呢 那麼他就說 他們的人民呢 選舉是民主要求獨立的 但是今次呢 都是加大隆尼亞 是民主自己選出來的 選出說要獨立的 那麼西方就不會同意民主的了 這個時期很有趣的 那麼但是當然 真的爭取下去都很明確 因為今次選舉的人數 並不超過一半 那麼所以呢 雖然在投票的人 是九成支持獨立 但是 有一半又沒有投票呢 那麼是不是真的代表 住在加大隆尼亞的人 那個心願呢 那麼在世界各國呢 歐盟呢 完全就不支持這個獨立了 美國呢 也說明呢 加大隆尼亞西班牙 不過分割的一部分 那麼 那麼連加拿大呢 都不承認加大隆尼亞 就是所有西方列強 全部都不同意了 那麼就 只有一個蘇格蘭 因為他自己都想獨立 那麼蘇格蘭那個的政府呢 就表示呢 是理解和尊重 那麼 但是英國呢 是不會支持的 那麼 也不會承認的 那麼 所以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就 那些專家都解釋 在歐盟的以前的法律事務主任 做了23年了 這個叫做Piris 那麼他就特別去講過 他說呢 任何一個實體都有權宣佈自身獨立 要成為國家 當然呢 你要有領土 人口和政府的 那麼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 需要國際社會的承認 如果國際社會全部不承認 那麼他這個獨立 只是一個空洞的 自己所說的東西 都沒有人呢 去支持的 那麼你又想呢 為什麼那些人會這麼瘋狂 這個獨立呢 實質 西班牙政府也沒有什麼壓迫加勒尼亞的人 那麼呢 也不是行什麼暴政呢 那麼 只是 如果政治上呢 你想煽動一些人 那麼就自然呢 就會有些人接受煽動 那麼特別涉及呢 你用種族的特色 就是說 我這裡呢 語言文化有點不同 那麼我煽動起來呢 都的確呢 是可以產生呢 一個相當大的效應 那麼呢 正如呢 是 美國有一本書叫 Against Democracy 那麼他也特別提過呢 那麼大部分那些平民呢 都是屬於那些蝦比人 蝦比人呢 就是說 在那個 Lord of the Rings 那個 魔界那一齣電影 那個小說裡面 那些蝦比人呢 那些蝦比人呢 蝦比人呢 蝦比人就不是很懂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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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呢 又要比一個順量呢 是要承擔這個大使命的 那樣 那樣 但是蝦比人這種人呢 是屬於不是很懂事的 那所以呢 那些專家呢 就特別指出呢 就是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蝦比人 都是不懂政治 那所以通常呢 用幾個的口號 就可以煽動起那些人呢 去提出一個對政治處境的解釋 而當一部分的人 是出來接受這種解釋的時候 那就會形成一個勢 那到相當多的人 是提出一種簡單明確的解釋 那當你這樣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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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很多人就用這個解釋去看 現況 那其實呢 我有時候在香港看 很多人 就是對中國 或者對香港 有些解釋 提出來 真的煽動出來 其實真正的情況不是這樣 但是呢 有理性的 去研究的 那些人就很少數 那些容易被煽動的 是多數 那煽動人的 又另一批人 那時候呢 將它呢 那些煽動人的人 只要提出某種說法 然後呢 就散播出去 說到 令到那些人覺得很同意 我們現在都是受到某些壓迫 什麼 那樣我們現在就應該 是爭取自己獨立 有自己的主權 那些事情 說說一下呢 就 成一個勢的時候 就成為一種的意識形態 那意識形態呢 就會將會造成一些群眾運動 那這個群眾運動 搞出來的後果 可能呢 是一個動亂 那如果政治野心家 當然這個地方 是會推動這些動亂呢 那現在加大農尼亞 那些的不斷主張呢 就是獨立那些人 那其實呢 基本上呢 都是某種的政治野心家 就是 因為如果他真的做到成功 那就 開始就會 真的爭取到獨立自己 就會在第一任的 這個總統啊 總理啊 那樣 那所以 政客呢 當然有他自己的 某些的自己的議程 是通過煽動人民 支持在某種民主體制之下 就會得到呢 自己希望的權力 那搞著搞著呢 就會形成一種 族裔之間的矛盾 形成某種的獨立的運動 那現在真的搞成這樣 那有辦法啊 那加大農呢 裡面不支持獨立的 也有很多人的 但是他沒有政治的勢力 也沒有一個的組織力 那這裏呢 那現在 蓮尼亞呢 就 在現在宣佈獨立 而且開始 站硬呢 那他說要用 就是民主的 方式來抗爭 那那 那就 怎麼民主方式呢 那這樣啊 就是可能解頭抗議啊 等等 那或者呢 是 加拿大 或者是這個 西巴牙政府 要求呢 是 正式的 去 去控制 和 處理的時候 可能會出到軍隊 或者警察 那如果軍隊 警察去到 接管 議會那時候 就可能有 幾萬的群眾在門口 擋著 讓他入 那這個就形成 很多的衝突 那那 那當然目前都未知道 會說 有一場 內戰產生 那一種 群眾 無端端要上街犧牲 為他認為的 利益犧牲 而同 這個中央的政府 對抗呢 那就 大家都會很痛苦的 那 如果無端端 去 將一個 主權國家 將它分裂呢 帶來的 鬥爭 痛苦 會很慘痛的 那 波斯尼亞 在南西斯坡的獨立 那個後果呢 雖然獨立成功 但是真的死了很多人 方索旭 也是 那 另外呢 就是 車神想起俄羅斯獨立 結果一場 內戰發生 就死了無數這麼多人 整個車神都打到爛了 當敘利亞某些地區 要求獨立和政府打 結果呢 打到今天 真是無數人 加散人亡 流離失所 其實呢 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你知道那個後果 理性點想一下 後果會是很可怕呢 開頭那時做事 就要溫和一點 是可能呢 通過各種溫和方法 達至呢 自己希望的 接近自己希望的後果 就沒有一下子呢 造成呢 無端端的對立 不過可惜 人類就是這麼愚蠢的呢 就是 總會一企硬 頑固 自大 又充滿那種的迷汁 有這些迷汁呢 中央政府中央的迷汁 地方的地方的迷汁 而大家呢 又無法通過談判去解決呢 後果呢 將會非常可怕的 好 休息一會 回家再談 多謝